這陣實在是有點傻眼 他是用他的三軌 溫武雙拳加浮塵 打我的話呢 我是四職陣 四職公巢的司馬懿諸葛 一開始張寮沒有觸發到黃霸 但是就是因為他這樣沒有觸發到黃霸 結果我完全喪失了先手的契機 那照理來講呢 我是覺得三軌陣是一定打不贏諸葛司馬陣的 但因為就是剛剛沒有先手到 後來我就一直處於一個被動的挨打狀況 然後他的鋁部又超痛 甘寧直接被幹掉 黃辰彥去吸收了 但效果也是不髒 司馬懿也被幹掉 然後我的諸葛亮出來 我諸葛亮已經是真的是蠻硬的了 然後什麼該有的像是石頭啊 都是紅石頭了 結果他剛剛一瞬間就被幹凝幹掉了 是不是很扯 剛剛直接3萬直接被收掉 而且你可能說他的傷害 就是我的裝備其實已經算是不錯的了齁 就是你該有的什麼樣子 基本的都會有了 然後掃兵的話呢 其實會影響到降臨的輸出齁 那他已經是掃兵了 我還諸葛也撐不住 剛剛司馬也撐不住齁 只有悲靡呼 稍微撐住一點 實在是 差距 哇 真的好扯喔 太痛太痛了 所以這一陣那個 三國一陣可以組喔 推薦給大家 好